博奕倫 今天講一講大象匯豐 因為之前的兜殘 後來有些消息 令到股份又升回 大彈了 對 大彈了 其實我們今次不只是講股價 或者它的公司 究竟是否大家都在估計 會不會將亞洲業務拆出來 我們不如從一個比較立體的角度去看 就是這個掌陀人 這個掌陀人究竟對這間公司的影響有多大 其實大家也知道滙豐 他過去都是一間英國 甚至乎是蘇格蘭人 掌控超過了半世紀的公司 一直以來都不是很侵 一些所謂外國的一些管理人去玩 或者加入他們的最高管理層 但是直到其實這個杜嘉琪 杜嘉琪就是何許人 就是一個保險業的旗人 做過補城 做過AIA 而他由AIA跳彩匯豐的時候 其實人工是少了的 當時我都已經在想 其實匯豐選這個人 多多少少都真的有一種 希望和過去有一個很大的改變的想法 我曾經又想過 其實他是否想大搞保險行業 或者一些相關的業務 但是有時候現實是很奇怪的 做了不短時間 發覺其實匯豐仍然好像營運的方式沒有大改變 近這幾年仍然都是 久不久傳出裁員的消息 也有很多人對於他的未來前景 就有點擔心 甚至乎由於地緣政治的影響 就說他兩面不是人 在美國或者在中國政府的眼中 他都可能不是一個 跟當地的政治聯繫那麼好的商業機構 你怎麼看這一種情況 首先他做得不好 還有他換的新長和人是沒有關係 那不是兩樣東西 他不是轉了什麼形式 而是銀行這個形式本身是不行的 其實銀行這個形式 銀行這種作為金融機構的形式 已經改變了幾次 就是銀行從來你如果靠銀行業務 你都是不行的 很久之前大家以前做銀行 只有幾種形式都可以做的 就是你騙人告訴人你做銀行 而且實際上是借錢給自己 或者然後你就去做十一錢 譬如說以前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時候 都是香港有一間銀行 不說哪間 是用來做那個人是外圍碼最大的 然後做外圍碼交收 就是大家入籤給你提示之外 就用來交收你的外圍碼的數 就不是真的做銀行 你做銀行你做全貸業務 其實很難做的 當年的時候 在哈佛頓時代 就廢除了銀行 和證券公司 所有金融公司的界限 就令到銀行的賺錢大大增加了 大家當時的時候 就變成那十幾年之間 就變成全世界 就是我們會見到一些 private banking 全部上去的 都賺了大錢 因為銀行做了很多證券的業務 銀行主要的業務 賺錢就是叫你買有毒產品 這個其實我有一點點不太同意你的看法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無論是亞洲也好 或者是美國華爾街也好 它是故意鋪大這個神話而已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大家在過去那二十年 不斷都 Ibank 就覺得是最賺錢的 所謂銀行架構裏面的一個部門 或者一個主要的業務 但是我想說就是 如果你對比起美國的本地的本土的銀行 其實這個未必是一個增長 因為始終它那個銀行的存款 那個scale 其實不是很大的 相比於一些 local retail bank 其實它不是一個絕對優勢 但是當然了 在過去那十幾年裏面 在美國上市的一些企業 是為它們帶來了很大的佣金收入 這個我明白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完全 那個全泰的業務沒有得做 全泰的業務 現在其實除了美國都是 到最後你會發現 那些自己都是借錢給自己 就是那些小銀行 你之後借錢給自己 借錢給自己 借錢給自己雙屬的公司 做一些事情 如果不然你很難做 就是你的利潤很少 少到你 少到你根本上是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正正 為什麼我剛才最初開始說的時候 就是說 我估計當年其實匯豐 是想在這個保險業務那裏 去做多些事情 是因為保險本身的利潤 其實就是 我不敢說它跟private banking 一定會多過 但是明顯來說 其實你看到大型的保險公司 很多 就算是美國來說 都大得不能倒 證明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金融支柱 是 這個就是一直想說的 就是說在之前的時候 就是買一些 靠一些買一些有毒產品 或者買一些很差弱的產品 譬如你買一些輪廣債券 那些5%用10%用 即是那些會快很多 你一買 你一買買了就賺錢了 你一今天 你去private banking 那些做private banking 我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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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銀行漸漸 或者他們買保險產品 銀行和保險公司的業務 是越來越接近的 即是說那樣東西 其實都是做一些client 叫它buy product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收入 都是buy product 所以匯豐其實是不是看得對的 其實這個就是跟你說的 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你找一個保險的頭去做 因為銀行之所以 它這麼大撒傷力 這件事又一直回答 就是銀行 reach到所有high-end的客 他知道你有了客的details 他的portfolio 根據客的portfolio 你就可以sell他買別的東西 即是等於我現在有一個人 不過有firewall的 不是可以亂 是的 但問題是你會方便很多 等於我才知道 很多人都是 你同時間做賭場 珠寶公司 股票行 財務金融機構 那些 相同都是的 你都一樣 因為大家都是 以前都是 但我們不要說非法事 不是非法事 不是合法事 因為這個client是相同的 其實你最重要是 reach到一些 最有錢的人 那些人是有buying power的 然後叫他買東西 銀行都是叫他買東西 現在最主要的收入 你看奪命金 都叫他買東西 如果你是靠全貸 你就已經沒有利用 所以跟保險是接近很多的 其實你說了全貸沒有利用 那件事 又是想說回匯豐 就是因為很多人說匯豐之所以 過去十幾年都沒有什麼 很好的發展 就是跟他買了美國的一些 按揭證券資產 或者那些公司 是有關係的 這個其實就是當年的 一個兩條腿走路的一個邏輯 就是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你不去跟一些保險公司合作 或者做一些保險生意的話 其實在九十年代 就很流行做一些按揭業務 尤其是美國基本上發展按揭業務的先進程度 我自己看過一些資料 其實他們的預先批核那件事 他們是做得最先的 他們甚至乎只要你看對層樓 或者你未看對也好 他已經寄了一張本票給你 就說你的收入是可以買了一層樓 好你就去買了 而這張本票你就可以拿來下訂 有很多人就說 其實當年可能會豐 就是想著 既然我的retail banking 不是那麼賺錢的話 其實我就在按揭業務那裡 希望能夠做得更加大 在當日來講 其實他在香港已經是一一了 他要找一些外國的投資的話 其實我老實說 新加坡就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其實本身的經濟 就握在政府的手裡都很緊 所以他就選了美國 這件事情你怎麼看 他在美國最錯的地方 就是那個監管 那個監管還罰款 到最後你以為很賺錢 但是到最後賺一輪的時候 然後被人咬回來 如果是他就撤出美國 因為從來沒有試過 有人在美國賺到錢 這麼懶? 你只有三星 Toyota 你可以賺到錢 就罰你 總之你賺十元 他到最後知道 罰你七百元 其實這是一個美國的謎 大家就以為是可以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世界上就是這樣 美國就是叫你開放市場 他自己最不開放 你有沒有見過 有一間公司在美國賺到大錢 我從來沒有見過 所以到最後賺到大錢 比如三星那些都罰你 到最後就是說你實違規 你很難不違規 到最後就是違規罰你一大堆 然後罰到你 你就想可以繼續做 如果罰到你破產 你就不會 就罰到你終於知道 你在美國做的事 搞死 本身整件事是錯的 所以其實會不會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回銀行業發展 你覺得未來 究竟是一間大的保險公司 會去買銀行 去收購 還是說銀行收購保險公司 在可見 將來銀行都不會很久 你看見不只是匯豐股價跌 是所有銀行的股價都跌 我不知銀行 我沒有那個概念 銀行將會怎麼走 我只是知道銀行的路 非常難走 而保險公司是一個大泡沫 保險公司應該是 現在大家最想買的都是保險公司 所有大媽媽都在買保險公司 我認識的 大家都在買公司 原因很簡單 因為保險公司的錢 我只能買到貨利用 你不要亂說 我開百分之一百跟你說 我買回自己的產品 不就是貨利用 那是不是貨利用 買回自己的產品 我都不會用這個概念 實際上就是 我不認同 我用真是割蓆 所有人都是 所有人都這樣 匯豐保險公司 這個就是保險公司 是大泡沫 因為保險公司 到最後你仍然回不到這條數 因為每個人都買回一些 不怕 最後就是國家出錢 有一個人跟我講 他說 有一家保險公司 我講這個故事 講完就已經夠了 OK 他很好笑 他說 有一家保險公司送給我 我說 怎麼送給你呢 他說那家保險公司 按簿有四百多的資產 他說 但是實際上只有兩百多的資產 他說送給我 我不用了 我幫他搵一條數 就行了 無條件送給他 因為那家保險公司 那家保險公司 他說 那你怎麼賣 他說 還有兩百多億 我還可以搵到一百億 然後送給我 他說 只要一路有人供保險 一路有人在新買保險 那我再賠舊的保險 於是一路再賠 那些人不會同一時間死的 他說 到最後我再搵一百億 都不覺得 再搵一百億轉 他都沒什麼事 他覺得 你這個說法 的操作實在太簡單 我覺得 應該監管機構 是不會用他這樣做的 那我現在就 停止了周顯的說法 因為我最怕 我最怕就是野官非 下次再跟大家 在下一集再談過